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剧一经播出就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拿下了收视第一的宝座 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好剧 大有成为爆款的趋势 喜欢商战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邱昊儿 邱昊儿身为邱家的长孙女 从小就希望得到爷爷的认可 可纵然她非常的有能力 但是因为是个女孩子 爷爷一直没有给过她机会 而是将希望放在了邱志斌这个唯一的男孙身上 直到邱志斌作茧自负 竟然打算违背爷爷的意志 在邱氏集团开设赌场 爷爷才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于是在自己重病期间 让邱昊儿暂待主席的位置 给她个机会让她证明自己 邱昊儿果然不负众望 在邱志斌越来越过分 让爷爷失望至极后 爷爷本来打算重新分配股权 让大房有足够的力量和二房抗衡的 但是还没来得及更改遗嘱 爷爷就被邱志斌给气死了 爷爷在临终之前 将邱家和邱氏集团托付给了邱昊儿 邱昊儿为了完成爷爷的嘱托 一直在想方设法地阻止邱志斌开赌场 为此还被邱志斌设计 被关进了监狱六州 从监狱出来后 邱昊儿打算装修钻石商场 他要带着全新的钻石商场重回邱氏 为此他拉来了赵启邦为自己投资 赵启邦之所以投资钻石商场 一是因为邱昊儿的理念确实值得投资 二是因为他喜欢邱昊儿 赵启邦虽然是个完美男人 对邱昊儿也非常的好 但是邱昊儿对他却没有男女感觉 在邱昊儿的心中 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过高骏 只是现在 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原谅他而已 最终邱志斌的身世曝光 原来他并不是邱家的孩子 所以继承权回到了邱昊儿的手中 邱昊儿完成了爷爷的嘱托 守护了邱家以及邱氏 而在生死关头之际 邱昊儿也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最终和高骏走到了一起 和赵启邦也止步于朋友的关系 高骏 高骏的父亲是邱家的司机 学生时代的他和邱昊儿相爱 但是那个时候的他年轻气盛 又喜欢玩 经受不住诱惑的他 让他们那段感情蒙羞了 多年后再见 邱昊儿成为了邱氏的代理主席 这个时候的高骏才发现 自己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邱昊儿 于是他打算将邱昊儿追回 正当邱昊儿决定不计前嫌 和高骏重新走到一起的时候 那那从中阻挠 两个人再次产生误会 深知自己对不起邱昊儿 高骏便开始以律师的身份 陪在邱昊儿的身边 给予他法律上的帮助 更是以邱志斌的身份秘密 帮邱昊儿拿到了 钻石商场的土地使用权 在那那死后 高骏以为 他终于可以和邱昊儿在一起时 邱昊儿却因为当年的背叛 迟迟无法解开自己的心结 直到大结局的时候 高骏才又重新赢回了邱昊儿的心 两个人收获了幸福的结局 邱志斌 邱志斌身为邱家唯一的男孙 不仅不休自身 还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为了自己的私利 竟然想违背爷爷的意志 在邱氏开设赌场 因为他的一通操作 让爷爷彻底的失望 爷爷打算把继承权交给邱昊儿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更改遗嘱 爷爷就被邱志斌给气死了 邱志斌以为 爷爷死了 他继承人的身份就是铁饭碗了 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身份竟然曲折离奇 邱志斌先是得知 自己并非大妈生的 而是小妈生的 父亲为了继承家业 才将他给换了的 可是不管是大妈生的 还是小妈生的 他总归是邱家的血脉 结果龙凤胎妹妹那呢 却告诉他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邱家的孩子 而是小妈和成叔的私生子 为了掩护这一秘密 邱志斌杀死了自己的亲妹妹那呢 最后真相曝光的时候 邱志斌也因为故意杀人罪入狱 朱立奇 朱立奇是秋手人的第二任老婆 邱昊儿的小后妈 她虽然最开始接触秋手人是别有用心的 但是嫁给秋手人后却安分守己 对老公体贴 对妓女维护 朱立奇从小父母死亡 自己受了很多的苦 为了生存下去 被朋友用货赚快钱 结果留下了黑历史 嫁给秋手人以后 在秋手人的百般疼爱下 他只想守护这稳稳的幸福 可是因为那些黑历史 威胁者接踵而至 虽然秋手人对他以前的经历 表示了理解和心疼 但是在和戴启婷的斗法中 戴启婷将他那些丑照公布于众 情绪激动的朱立奇还是流产了 要知道 秋手人年纪已经大了 朱立奇能怀上孩子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如今孩子却没了 纵然有老公的疼爱 人生也总是有遗憾的 琳达 琳达是秋昊儿的朋友 在秋昊儿的引荐下 成为了秋志斌的秘书 结果在秋志斌的花言巧语下 琳达未婚先孕有了孩子 琳达以为秋志斌爱他 可是秋志斌却一边对着他许诺 一边和大马拿都的女儿订婚 要不是秋昊儿的话 琳达早就成了小三了 在被大马拿都的女儿抛弃后 秋志斌为了继承人的位置 看中琳达肚子里的孩子 想要迎娶他进门 借这个孩子稳固自己的地位 所以从始至终 秋志斌都不爱琳达 赵启邦 赵启邦是个富二代 但是和秋志斌不同 他有想法有能力 人品更是行得端坐的正 在见到秋昊儿的第一眼起 他就喜欢上了这个有想法的女孩 所以他愿意支持秋昊儿 对钻石商场的改造 面对赵启邦的追求 秋昊儿虽然觉得他很好 但是却总是找不到喜欢的感觉 最终 秋志斌因为失去所有 把一切都怪在了秋昊儿的身上 失去理智的他开车撞向秋昊儿 赵启邦为了救秋昊儿 被车给撞飞了 为了 这个